她是香港电影里的黄金配角 人人都称她为千灭如来 在电影中只是简单的一句咒语 就能让人神志不清 众人听到咒语都开始神情恍惚 有的跪求佛祖宽恕 有的止不住傻笑 然后就像丢了魂师的走向普渡慈航 幸好这时 一个驱魔倒是突然清醒 意识到普渡慈航在念索命犯音 她连忙用符纸塞住耳朵 阻止众人上前 然后在手心上画出定身符 想要制止普渡慈航 不料这却对其没有作用 情急之下 知秋一夜只得使出更厉害的主鬼驱魔令 用三昧真火逼退对方 却没想到 这竟让普渡慈航变成了一尊精佛 见此情景 知秋一夜连忙让众人后退 然后使出大招运转乾坤 对普渡慈航发起猛攻 没想到却被对方两根手指给顶回来 知秋一夜知道自己无论如何 也不是普渡慈航的对手 于是打算用尽最后一点法力 在身后给同伴们打开一条地道逃脱 自己则留下来断后 知秋 走啊 我顶不住了 然而正当他们逃走之时 普渡慈航又放出两条触手 直接抓走了两人 没等知秋一夜反应 他自己也同样被触手抓走 随后普渡慈航带着他们和手下 准备回到京城 途中因为天色已晚 便打算在慈航大殿休息一下 谁知就在这时 普渡慈航突然表情痛苦 下一秒 就见一只蜈蜈蚣脚冲破他的皮肤 我要现行啦 原来普渡慈航的真身是一只蜈蚣精 每逢天狗十月 他都会现出原形 为了稳定真身 他不惜利用妖术潜入朝堂 表面上是德高望重的护国法杖 实际上却到处吸食活人的血肉 以此增进自己的妖法 时间一长 朝堂逐渐陷入混乱 就连普通百姓也过上了是非不分 名不聊生的日子 这天收账先生宁采晨路过一家饭馆 他本想在这里填饱肚子 却发现周围人的眼神一样 看他就像看猎物一般 紧接着这些人就拿出武器 不怀好意地向他走来 眼看几人要对宁采晨下手 一群牙役及时出现 赶走了他们 却没想到 牙役为了钱财是非不分 竟把宁采晨当成通缉犯抓了起来 他有胡子 我没有 这也不就没有了吧 牙役根本不听宁采晨的解释 随即便把他关进了大楼 宁采晨本想大喊为自己申冤 可却遭到一个老汉出言制止 老汉告诉他 这整间牢房都是被牙役乱抓进来的 就算宁采晨喊破喉咙 也不会有人放他出去 听到这话 宁采晨没了办法 只能接受现实不再反抗 就这样过了几个月 宁采晨脸上长出了胡须 牢房无聊的生活 也让他越来越茫然 你看看墙上的日历 来了这么久还不适应 快连自己姓周都忘了吧 老婆 我不姓周 正当宁采晨不知道 怎么度过以后的日子时 牙役突然给他送来了一碗鸡腿饭 鸡腿 哎呀 日子好挂了 看到整碗的昏肉 宁采晨喜不自胜 立马大口吃了起来 谁知老汉却在这时 划掉了他的名字 老婆 干嘛把我的名字划了 这些人都是吃过鸡腿的 这个鸡啊 它还有个名堂 叫断头鸡 得知鸡腿饭的含义 宁采晨连忙把饭吐了出来 然后开始感慨自己的命运不公 难道做好人 全都没好想着 感伤过后 宁采晨决定坦然接受命运 但他不愿自己的家当被扔 于是便将他们 全部送给了老汉 自己只留下了一幅聂小倩的画像 你人还不错 死了挺可惜的 看到宁采晨是个重感情的人 老汉也动了恻隐之心 随后他便打开一个密口 要放走对方 宁采晨觉得老汉是在逗他开心 可老汉却十分坚持 接着他还把自己写的书和名牌 一起送给了宁采晨 原来老汉是有名的作家 诸葛沃龙 他一直待在大牢 只是因为现在世道混乱 只有在牢里面 他才能安心创作 在诸葛沃龙的帮助下 宁采晨成功逃过一劫 重获了自由 可如今天下不太平 宁采晨一时无处可去 无奈之下 他只能先在没人的正义山庄界中 然而在他洗澡的时候 却突然感觉周围阴气森森 紧接着一只鬼手 从棺材里伸了出来 宁采晨见状 吓得立马跑出了山庄 可谁知他刚跑出去没几 身后就又冒出几个吊死女鬼 用白灵把他吊了起来 幸好关键时刻 倒是知秋一夜及时赶来 用符咒斩断白灵 就下了命采晨 紧接着知秋一夜 抛出几张去鬼逐魔令 却被重鬼轻松躲闪 为了逼出重鬼 知秋一夜又念出五雷口诀 操控大树沉入地下 让重鬼无处藏身 果然没了大树遮挡 重鬼只能和知秋一夜硬钢 然而几个回合过后 知秋一夜竟发现他们都是活人 糟了半天原来你们都是假的 浪费我的法术 见对方没有停手的意思 知秋一夜只得使出定身子 把众人定在原地 眼见同伴被定嘱 为首的傅清风当即抓起宁采晨 威胁知秋一夜 把他们放了 恰巧这时 诸葛沃龙的名牌掉落 傅月池捡起一看 误以为宁采晨是诸葛沃龙 你是诸葛沃龙老前辈 没等宁采晨解释 姐妹二人便放了他 随后宁采晨转身看向傅清风 竟发现对方长得和聂小倩一模一样 此时的宁采晨顾不上解释身份 他只以为傅清风是聂小倩转世 于是立马拿出聂小倩的画像 想唤醒对方的记忆 你记不记得这幅画跟这首诗 然而傅清风看到画像 却是一点印象也没有 见此情景 宁采晨才终于相信 傅清风不是聂小倩 解开误会后 傅家姐妹便准备在正义山庄布置机关 只因他们的父亲傅天酬遭奸人陷害 无辜被抓 听说押送队伍会途经这里 姐妹二人本想扮鬼劫球车 但如今白领损坏 他们就只能设法布置其他机关 不料这时山庄内突然出现一只巨管 吓得众人慌忙跳到高处 宁采晨不会功夫 只能在下面拉动机关对付巨管 然而他们的机关还没完全做好 一番操作过后 宁采晨反被机关套住脚踝 落到了巨怪的怀中 傅家姐妹见状立马飞升而下 拉起大网成功救出了宁采晨 然而几人刚跑到山庄门口 就遇到了地表最强的左千户 带着押送傅天酬的队伍赶来 知道自己不是左千户的对手 几人连忙退回庄内 打算利用巨怪牵制住他 话音刚落 左千户手持坡刀猛冲上前 一刀劈开了巨怪的半个脑袋 看到对方直爆脑僵 左千户这才意识到 他是真的巨怪 但他依旧面不改色 继续向巨怪发起攻击 双方一直打到庄外 此时左千户抓住机会 用柳叶刀砍下了巨怪的双手和脑袋 却没想到 巨怪又突然展开肋骨 抱住左千户不放 眼见左千户无法动弹 地旁的傅家姐妹连忙上前 想趁机解救被困的傅天酬 谁知这时巨怪的脑袋突然飞来 情急之下 傅清风舍身抱住脑袋 幸好驱魔倒是之秋一夜及时出现 施展五雷诀炸毁了巨怪 才让众人成功救下傅天酬 还把左千户抓了起来 可就在几人以为能松一口气时 外面突然传来一阵佛经的声音 正当几人疑惑来人的身份 左千户趁机挣脱锁链 用剑抵住傅天酬的脖子 把剑放下 担心傅天酬受伤 众人只得放下手中的长剑 谁知左千户也跟着把剑放下 并走到大家中间 原来通过刚刚众人舍命 解救傅天酬 左千户看出他们都是忠良之士 此次傅天酬被冤枉 左千户也想一起帮忙 随后左千户转身走出门外 来到普渡慈航的面前 说明了事情的原委 说罢普渡慈航起身进入山庄 左千户本想跟在后面 却遭到一个小法师的阻碍 听到这话 左千户只能独自留在山庄外面 却没想到 普渡慈航表面上正义凛然 实际上却是个暗藏祸心的妖怪 竟对着傅天酬等人送念索命犯音 想趁机吸食他们的血肉 幸好知秋一夜反应及时 用道符制止了普渡慈航 但面对其强大的妖法 知秋一夜有些不敌 情急之下 他只能用尽最后一点法力 把身后的台阶一分为二 打开一个地道掩护众人离开 谁知就在这时 房顶上突然伸进来两条触手 直接抓走了傅月池和傅天酬 知秋一夜见状 立马关上了台阶 这才让宁采成二人得以逃脱 但他自己也不幸被抓 此时门外的左千户听到打斗声 便想进去查探情况 随后普渡慈航来到了慈航大殿 说是天色已晚 在这里休息一下 其实是因为今晚赶上日时 到了普渡慈航会献原刑的日子 此时还不知道真相的左千户 依旧独自待在门外 过了一会儿 四周突然妖物弥漫 左千户察觉异常 便连忙冲进殿内 不成想却看到朝廷百官 全都坐在里面 左千户见状 正要上前打招呼 没想到大人们一碰就倒 只剩下一个虚客 左千户四下寻找 见殿内没人 他又跑到后院 却见后院到处都是尸体 根本没有落脚的地方 好在他很快找到了 直秋一夜三人 救下他们后 几人便准备逃离这个地方 谁知他们刚跑出大殿 就遇到几个普渡慈行的手下拦路 见此情景 左千户刚要拔刀上前 不料几人又突然隐身 下一秒 左千户就被砍断了一条胳膊 然后身上相继出现几条刀伤 面对如此厉害的腰法 左千户始终没有惧怕 就算只剩下一条胳膊 他也依旧能挥动有夜刀 反杀对方 此时普渡慈行终于现身 说罢普渡慈行又开始送念索命范英 虽然左千户知道自己不是对手 但他并不打算退缩 随着一团金光暴闪 左千户当场化为了乌有 可普渡慈行的索命范英并没有停止 眼看一旁的支秋一夜就要支撑不住 危急关头 宁采成二人带着燕赤侠及时赶到 只见燕赤侠一招乾坤戒法 就能把大山打穿的窟窿 然后对着洞口喊出金刚法咒 利用山体的回响 轻松破解了普渡慈行的索命范英 随后燕赤侠再手心画出太极图 施展一招掌心雷 直接将普渡慈行炸成了金佛 听到这话 燕赤侠立即召唤剑侠 摆出万剑齐飞的剑阵 一招击退对方 然而下一秒 地面出现一道裂缝 随着普渡慈行的真身破土而出 把众人带到了半空 关键时刻 支秋一夜和燕赤侠一剑刺中 蜈蜈的天灵感 蜈蜈一时吃痛 使得众人从蜈蜈背上跌落下来 好在燕赤侠及时甩出飞剑 接住了众人 然而大蜈蜈却在后面穷追不舍 见此情景 燕赤侠又使出掌心雷不断发起进攻 随后支秋一夜也加入战斗 施法劈开一座大山 与燕赤侠配合 把大蜈蜈困在了山峰里 众人本以为万事大吉 不料就在这时 大蜈蜈又突然冲出大山 直接一口吞下了支秋一夜 燕赤侠见状连忙上前搭救 但同样也被蜈蜈吞进了腹中 如今二人要想逃脱出去 只能施法让自己原神出桥 只见二人口念一段咒语 下一秒 他们的原神便能和肉身分离 紧接着两人配合施展一招遇见极光 从里面刺穿了蜈蜈的身体 使其当场炸成碎片 燕赤侠和支秋一夜的肉身也随之脱节 借着燕赤侠原神回归 然而支秋一夜因为功力不够 原神迟迟无法落地 最终几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 被风吹得越来越远 故事的最后 傅天愁沉渊得雪 一切又恢复如常 燕赤侠和宁采晨二人正准备离开 这时傅清风追了上来 他不想和宁采晨分离 于是最终决定和二人一起 去过没羞没臊的生活 电影到这里就结束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更多经典电影 我们下期见